歡迎收看伊拉教的音樂 今天又要來開箱 這支手錶是個Hausen推出的手錶 如果我看過右上角這支影片的話 你會覺得這支手錶跟那支手錶外殼有點像 沒錯 它一樣都是武士系列 那支叫做灰武士 而這支叫做黑武士 它的外觀你會發現它是模仿 Grand Seco 一個很出名的系列叫 Samurai 武士系列的設計 比較多一些尖角 但它又做得比較誇張的一點點我覺得 它這個跟上次那支灰武士一樣 都是陶瓷圈的設計 外面是陶瓷圈 戴手套有點難轉 不過它是用黑色的陶瓷圈 這支灰武士 錶瓷圈這裡呢有一朵花 而這個呢不是櫻花 這個是也是風神家族的一個加紋 OK等一下再來解釋什麼是他們的加紋 那呢它的錶帶呢一樣都是用316L的 然後做一個拉絲的處理的 它的拉絲處理我覺得是非常的漂亮的 所以在不同的燈光折射下是 就是閃閃發亮的感覺 但是呢它的錶帶呢一樣是用一些比較利的感覺 會有點割手 但我還蠻喜歡這種感覺 利利刺刺的就像一個刀子那種感覺的 但是要小心有時候真的太用力滑的話 確實會割到你的手的 看一下它背面啊 它背面這邊有個武士的頭圖圖 OK 那這個武士的圖案呢是用比較特別的處理的方式啊 它雕刻呢會比一般的雷射雕刻還要來深一點 所以假如你戴在手上稍微戴緊一點的話呢 戴完後你的手上會有個印子在上面 或這個武士的頭的印子在你的手上的 好那到內圈的部分了 我先講一下它的夜光好了 首先呢它的夜光走這一 所以你面那一圈的刻度是夜光的 OK 那至於這隻手錶呢 它的特別之處不是在於它的夜光有多亮 它也不是做一個潛水錶 OK 所以呢它的夜光其實我覺得就沒什麼特別的 OK 但是也不會說特別的差 但也不會說特別的亮 然後它的針呢是沒有夜光的設計 所以其實呢 它晚上其實你基本上是看不了時間的 OK 因為它旁邊這些有夜光 沒錯 但是你的針沒有夜光其實你也看不了時間 所以夜光的部分我反而比較喜歡灰舞式的夜光的設計 它有兩個顏色的搭配我覺得真的比較好看一點 好那講到它的這個針啊 留意看它的設計是像個刀子的那種感覺 有兩片 有一個角 尖角的 OK 那等一下再回來講這隻紅針啊 它的六點鐘的這個方向這邊有個圖案 這是什麼圖案呢 這是一個日本呢 他們在一些武士的家族啊都會有自己的圖騰自己的logo OK 像那歐洲的貴族 他們一樣會有些家族的logo 而這個是什麼家族呢 這是一個 戰國時期末代的一個武士叫做 封城秀吉啊 它的logo 他們家族的logo就這個樣子的 封城秀吉 也算是個比較出名的武士啦 講到這你會看到這邊有個紅針 這個紅針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GMT的手錶啦 那GMT呢就是一個兩地時間的手錶 兩地時間的話它這邊會是第一個時區的 現在要10點了 然後第二個時區呢就是20點多了一點點 要到21點了 有沒有 它20點在這邊21點然後22點 所以中間這邊會是有一個點 OK所以那我就知道 另外一個時區呢 就是現在20點是幾點 就是8點 OK 8點要9點了 因為要到分是一樣的 分不變的嘛 OK 就要9點了 講到GMT呢 就要講一下這一支錶其中一個重點啦 那重點就是它的機心 它這顆機心是採用的ETA的2893機心 至於ETA的機心呢 因為瑞士的一些限制的原因啦 所以2893現在市面上已經非常難買空的機心啦 而且價錢是一直在佔啦 那對這顆機心有研究的人會說 欸 它的日曆不是因為黑色怎麼會紅色呢 欸沒錯 它這一支手錶呢 它改了一下它的設計 有個黑紅的設計喔 它的那個日曆是黑色紅色 黑色紅色做搭配 就紅色的時候 可以搭配上這支紅色 我自己覺得蠻好看的 那品質就是黑的 一天紅一天黑 OK 那最後呢 就要講一下這支手錶的最大的特色 它跪在哪裡啦 OK 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它這個黑面 黑面有什麼好特別的 欸 這個呢 後面的黑面啊 不簡單 它這個真正的石頭面啊 真正石頭面 而每一支手錶的紋路都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你看到這個紋路的手錶出現 你就知道這一支是我的啦 OK 那個人不是跟我買的話 就是偷了我的手錶 而這個石頭面啊 它採用呢 Picasso Store 一個必加索石啊 一種算是半寶石 OK 它的這個色彩啊 比較多變化 OK 就是這種 它的顏色的紋路 比較多變化 有些人相信石頭 有些能量的啊 可以改風水等等啊 磁場等等的話呢 他們那些人就說呢 這個Picasso Stone 它的是個力量之源啊 可以幫你消除疲勞 然後呢 可以啟動你身體內部的能量啊 然後經常佩戴這個石頭的話呢 它會有個強身心靈的效果囉 OK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啦 OK 晚上找的資料 而Picasso Stone呢 是比較合適一些 呃 喜歡追求藝術的人啊 那藝術學院的學生呢 追求一些個性化的人啊 不喜歡跟別人一模一樣的話 這個Picasso Stone呢 倒是很合適的風格 其實很多品牌都有推出 所謂的隕石面的手錶 對不對 那隕石面呢 其實呢 它不算是石頭喔 隕石它是分類為金屬啊 OK 所以呢 那千萬不要跟人家講說你的 隕石面的錶是石頭的 OK 它是金屬 貴金屬的錶 OK 那石頭呢 你要切成這樣一片薄薄的 放在手錶裡面呢 其實非常難的 OK 非常難切割 有做過加工啊 或者對這些加工有了解的朋友 就知道石頭那切成這樣子 很容易碎開啊 切一切它就裂開了 OK 所以 在加工上 卻失敗率是還蠻高的 然後呢 這支手錶呢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這邊 有印上了一個 大家很喜歡的 Sweetmade OK 雖然這兩支手錶都是同一個 工廠 瑞士工廠代工的 但是呢 這一支卻沒有打上Sweetmade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機芯 是用日本的MIOTA機芯嘛 然後它是做個背後的方式 OK 這是個MIOTA的機芯 而這一支呢 它機芯是成為ETA嘛 然後又是瑞士的工廠代工的 所以它就可以合法的打上Sweetmade 所以價錢上這兩支也相差非常的多啦 好啦 喜歡ETA的機芯的手錶呢 又喜歡玩石頭面手錶的朋友呢 不妨可以考慮一下這一支喔 對於石面錶來說呢 是非常平價啦 就算它沒有石面 它是個ETA機芯的話呢 它價錢算是平價了 OK 更何況它加上石面呢 更是非常的划算啦 OK 又是全支錶是瑞士做的 OK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在下面的連結 去了解更多的資訊 就這樣啦 掰掰